民间故事 女子做饭 闻见丈夫身上有桃花香 道士 谁动快谁先死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明长年间 黄云村有异护姓为的人家 这一家只有一个人 就是这个叫维二牛的男子 维二牛从小就失去了双亲 他没有依靠 只能自力更生 父母当初也是穷得叮当响 好不容易生下维二牛 就出意外死了 维二牛的父母死的时候 维二牛才八岁 没有田地陪伴他 只有一个冬天 连风都能吹进来的茅草屋 这个茅草屋在村里算是最破了 可是对于维二牛来说 不用露宿街头 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他已经很开心了 还能奢求什么呢 因为维二牛家本就没有什么钱 自从父母去世之后 那些亲戚就不往来了 父母刚刚去世的时候 维二牛消沉了一段时间 毕竟还小 没过几个月 就活蹦乱跳了 隔壁的李沈告诉维二牛 死的人已经死了 我们这些活着的 要好好珍惜生命 要是天上的父母 看见二牛不开心了 他们会死不瞑目的 二牛太小了 虽然不是很明白 可是他知道 李沈是在鼓励他 村里的人也知道 一个八岁的娃孤苦伶仃 村里的组长伯伯 每到过年过节 都会带着一些好吃的 来看看孩子 隔壁的一些街坊邻居 对维二牛也很是照顾 时间一晃 维二牛就成了一个 16岁的少年 年纪轻轻的他 从小就经历了 同龄人不曾有的艰难困苦 对于生存技能 他可以说是样样都会 种田 做家务 砍柴 打猎 他都会 有时候打猎多了 或者砍柴多了 还会分一些 给隔壁的婶子和伯伯们 这一天 维二牛和往常一样 上山打猎 由于维二牛 从小就在山上跑 所以对这座山 也很是熟悉了 哪里的猎物多 他的心里都门清 维二牛根据草丛里 草被踩踏过的样子 和一些动物的分辨 在那些分辨的周围 放了一只前几天 打到的野兔肉 维二牛觉得 要是运气好的话 应该可以猎到一只野猪 到时候 还可以给邻居们分一点 维二牛在一棵大树下 静静地守候 一有风吹草动 他就直起身子 瞪大眼睛 不停地望着 那块兔肉的方向 可是等了很久 都只是一阵大风刮来而已 看看天色 有点暗下去了 如果再没有猎物上门的话 怕是今天都要空欢喜一场了 那块兔肉也要搜掉了 就在维二牛垂头丧气的时候 扔屠若的那块草丛 发出了沙沙的响声 维二牛觉得有点丧气 因为刚刚也是有声响 却都是风吹动草丛发出的声音 不过既然有动静 他还是勉为其难看看吧 这一看 竟然给他发现了惊喜 维二牛发现草丛里 有了一个漆黑的身影 不是野猪肯定也是的大家伙 不枉他在这里蹲守了这么久 他拿起弓箭 离开大树 悄悄地往前走了几步 然后快速从背后拔出一只弓箭 瞄准那个黑影的方向 用力一射 他想这下肯定成功了 哪知道箭材发到一半 就被那个黑影逃走了 为二牛不甘心 往黑影的方向追去 还从腰间掏出一把小刀 准备随时应战 可是他追着那个黑影跑的时候 却发现前面的那个身影 好像一个人 并不像是什么动物 这下就更激起了维二牛的兴趣 他在山中打猎虚久 若是四条腿的动物 他可能跑不过 可这若是人的话 他定能超越 可惜啊 为二牛高估了自己 前面那的两条腿 不知是人还是动物的家伙 的确有两把刷子 为二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还是差了一大截 二牛急了 就停下自己的脚步 屏住呼吸 重新从自己的身后 拿了一支剑 朝准目标一射 这一次 剑仍然没有落在对方的身上 而是落在对方的前面 对方吓得停下了脚步 抱住头 蹲在地上 当然 没有射中 是因为二牛放了这猎物一马 因为二牛觉得 若真是个人的话 刚刚躲过了一截 若现在被他射伤的话 就不好了 二牛见这个猎物停下了 赶紧上前查看 还真的是个人 还是个比他小不了几岁的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的浑身脏兮兮的 脸上也是黑乎乎的 可能常年在深山的缘故 小女孩见为二牛过来了 以为是要抢他手上的兔肉 对着为二牛 就是一副呲牙咧嘴的样子 为二牛觉得这个女孩子 可能一直生活在深山里 没有和外界的人接触过 所以一看见陌生人 才会觉得是要抢他的食物 小女孩没有逃走 只是待在原地 对着为二牛 表情猙獰 过了一会儿 小女孩的肚子 发出了咕咕咕的声音 为二牛从自己的腰间 拿出一个馒头 说道 这个给你 你饿了吧 小女孩看到馒头之后 一下子就收起自己 凶残的表情 望着这个馒头 眼睛都要发光了 哈拉子不断地 从她的嘴里往下躺 那个样子真的很滑稽 为二牛很想笑 可是怕打草惊蛇 就将馒头递得更近了 然后塞到小女孩的怀里 小女孩看见腰间的馒头 立刻扔了手上的生兔肉 拿起馒头 像一只野兽一样啃食起来 这样子一看 就是好几天没有吃东西 肯定是饿坏了 为二牛这才注意到 小女孩的身上 披着的是一件 用狼皮做成的衣服 可能是常年在山上生活 没有洗澡 身上还发出了 阵阵的恶臭 就在为二牛思考的时候 山的另一头 发出了狼叫声 此时的小女孩 已经吃饱了 她刚想走 就被为二牛拉住手 说道 你不该和那些动物一起 你要回山下 和我们一起生活 那小女孩呆呆地望着为二牛 可是她又回头听了一下狼的叫声 最后她还是选择了和为二牛一起到山下 因为为二牛给的馒头 是她从来没有吃过的 之前她跟着狼群 吃的都是生肉 今天她太饿了 才会脱离狼群 独自出来找寻食物 回到村子 为二牛请来隔壁的李婶 给小女孩洗澡 将她的狼皮脱下 换上李婶孙女的衣服 这一打扮 还真是个好看的女孩子 村里的乡亲们听说 为二牛的家里 有一个从狼窝里带回来的女孩 都赶来看看是什么情况 吓得小女孩四处逃窜 最后竟然躲到为二牛的怀里 为二牛就一直安慰她 没事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教小女孩说话 教她做饭 慢慢的这个女孩子 也敢和村里的人接触了 为二牛不知道 这个小女孩叫什么名字 也不知道这个小女孩几岁 就将她当作自己的妹妹养 取名为小花 为二牛在自己的家里 将屋子隔了两间出来 妹妹慢慢长大 这样住着就不会尴尬了 也不会遭人闲话 两年后的一天 小花忽然哭着跑来 对为二牛说 哥哥 我生病了 快要死了 为二牛赶紧问怎么回事 她摸了摸小花的额头 也没有发烧 她让小花慢慢说 不要着急 小花指着刚刚换的裤子 说身体在不停地流血 就是止不住 二牛赶紧带着小花 去隔壁找黎沈 因为黎沈以前 在县城干活的时候 学过抓药 二牛有些小毛病 都直接找黎沈解决 黎沈一看小花 就笑了 赶紧将小花领进屋 二牛想跟进去的时候 却被黎沈阻止了 笑她在门口等着 一会之后 黎沈就带着小花 蹦蹦跳跳地出来了 不放心的二牛赶紧问 是怎么回事 严重不严重 黎沈和小花对时一笑 然后对二牛说 没事 我们的小花呀 她是长大了 你别管了 该交代的 我都已经跟她交代了 二牛一个男人 还是不太懂 但是既然黎沈说没事了 现在小花又没开眼笑的样子 她想应该也不用操心了 小花越长越大 也越来越好看 以前刚刚带回家的时候 由于吃的都是生肉 长得很像一个野人 近几年 她在村里和大伙相处的融洽 顿顿吃的是熟食 看上去越发水灵了很多 看小花的样子 大家说小花现在都可以嫁人了 有好几个媒婆一直盯着小花 时不时地来询问二牛 想给小花找个什么样的妹夫 二牛也不清楚 小花喜欢什么样的 每次问小花 小花总是低下头 欲言又止 好像有什么难言之意 见小花不说 二牛也不再过问了 二牛对这个妹妹很是宝贝 虽然教了她很多本领 可总是舍不得让她多干活 小花知道哥哥心疼她 总是会趁哥哥不在家 将这个家收拾得干干净净 等哥哥回来 一天晚上 天下着大雨 二牛去县城送柴火 还没有回家 天上一直在打雷 二牛一看到天上的闪电 就想起小花一个人在家 小花平时最害怕的 就是打雷了 现在她不在家 小花肯定吓坏了 大牛不过还在打雷 加速了自己的步伐 赶紧往村子的方向跑去 她一回家就直冲屋子 想小花找了一圈 都没有见到小花的身影 大牛想小花可能学聪明了 知道她不在家 去离婶家了 这样她就放心了 屋外还在打雷下雨 为二牛庆幸自己到家了 忽然一个震天雷下来 为二牛听见小花的床边 下面有嘻嘻嘻嘻的声音 难道是老鼠吗 她往小花的床铺走去 就在她低头的那一刹那 小花从床底钻出来 一下子扑在二牛的身上 二牛虽然被吓了一跳 可看见是小花 她赶紧抱住小花 然后护住小花的头 让她不要害怕 哥哥在哪 在大牛的安抚下 小花总算冷静下来 不那么害怕了 两个年轻的男女 虽然以兄妹相称 可是毕竟不是真实兄妹 她们两个孤男寡女 共处一室 又是在花一样的年纪 小花看着抱住自己的为二牛 才知道自己原来早就喜欢上了二牛 才会拒绝那些媒婆的一次又一次介绍 二牛也发现自己对小花的不是兄妹之情 而是爱情 他们两个就在这样的一个雨夜 两个人躺在一张床上 做了原本是夫妻之间才能做的事情 第二天醒来 小花才知道昨天迷迷糊糊之中和哥哥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为二牛赶紧从床上爬起来 他不知道如何是好 还是小花先开口 哥哥 我知道我是一个无父无母被你收养的人 我没有资格和你要求什么 你不用自责 都是我自愿的 我们还和以前一样 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吧 你别为难了 说着早就已经穿好了衣服准备去做早饭了 二牛看着小花眼含泪珠的样子 从后面抱住小花 深情地说道 谁说和以前一样了 该做的我们都做了 你现在已经是我娘子了 我只是在想什么时候办个婚礼 让全村知道而已 小花听了开心的点点头 然后去做饭了 为二牛赶紧去李沈家和李沈商量 娶小花过门的事情 李沈和村里人自是为他们感到高兴的 二牛本就家境贫寒 他办不了多大的酒席 就请了村里的组长 还有李沈等几个要好的邻居 来见证他和小花的爱情 在一篇祝福声中 他们总算是完成了拜堂成亲的仪式 最生气的莫过于那几个媒婆了 他们没有从小花身上挣到钱 就开始嘀咕了 难怪我怎么介绍都不愿意呢 原来是想把妹妹留给自己当媳妇呀 正是白下了我这么好心 我呸 二牛和小花才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们 只要他们相爱就行了 婚后第一天 他们就一起去山上砍柴 还有摘野菜了 下山的时候 他们看见半山腰有一棵桃树 小花停下来 对二牛说 二牛哥 我听说新婚的人摆摆桃花树 可以让两夫妻的爱情长长久久 我们也来拜一下吧 二牛赶紧放下手中的东西 听娘子的话 两个人跪在桃花树前 拜了好久 还闻到了阵阵桃花的香味 他们正要起身 却听到不远处传来轰的一声 小花往那个声音的方向看去 他想跑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却被二牛一把拦下 说道 娘子 你在这里等着 我去看看 于是二牛就拿着柴刀 朝前面的草丛走去 他经过草丛 才发现原来离这个草丛的不远处 是一片竹林 竹林里长了很多翠绿的竹子 刚刚的声音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二牛环顾四周 还是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只好准备走了 他走了几步 竹林深处好像又发出了人的声音 他就回头继续找 果然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 看到一位道长发出了痛苦的哀嚎声 二牛赶紧跑上去查看 并且问道 道长 您没事吧 那道长好像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拉住为二牛的裤脚 脸上露出微笑 然后就晕倒了 小花站在桃树旁边 等了好久就是不见二牛出来 他也想前去看看 却正好看见二牛手上拿着柴刀 背上却多了一位道士 他赶紧接过二牛手上的柴刀 将地上的东西都背到自己身上 二牛则背着道长下山了 小花跟在他的后面 回到家 二牛将道长放到自己以前睡的那张床上 给道长喂了一点水 过了许久 道长才慢慢苏醒 两夫妻这才放下心来 小花准备去做饭 二牛则继续坐在床边看着道长 又继续给他喂水 道长苏醒后 对卫二牛表示感谢 他说自己是在练功的时候 走火入魔了 还好他身边的这把竹剑 以及竹林里的竹子 帮他挡了很多 让他能很快冷静下来 接着他就看见卫二牛过来救他了 他们说着 二牛就让道长好好休息着 他先出去看看饭煮的什么样子 要是好了就叫道长来吃 饭已经煮好了 灶台旁边的小花还在忙着烧菜 二牛过去问小花 要不要他帮忙 这样可以快一点 毕竟道长现在很虚弱 要早点吃饭 才能快点恢复体力 小花点了点头 让二牛将灶台旁边的野菜拿去洗了 待会正好下锅炒 小花的菜越做越多 香喷喷的饭菜传到了他们的鼻子里 他们闻了之后 感觉肚子一下子就饿了 可这一阵阵饭菜的香味当中 还夹杂着一丝丝的甜味 令人春心荡漾 小花闻了之后 觉得自己有一点点晕乎乎的 好像自己喝醉了一样 二牛闻了之后 这还没到晚上呢 脑海里总是闪现出 她和小花晚上睡觉时的一些不堪画面 二牛脑海里想着想着 就对还在炒菜的小花开始动手动脚 既然在小花还在炒菜的时候 主动伸手去解她身上的衣衫 还好小花只是晕了一下 她吸入更多的是眼前的饭菜箱 见二牛如此不规矩 将烧菜的大勺子放下 给了二牛一巴掌 二牛这时才清醒过来 她不知道自己竟然在院子里 就开始对娘子毛手毛脚 赶紧将小花的衣服给系好 也给了自己一巴掌 还自言自语 屋里还有外人在 怎么可以想如此误会的事情 真是不该 两夫妻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不过二牛问小花有没有闻到甜甜的香味 小花想了一下说道 你也闻到了吗 我也闻到了 这气味 好像是 我想起来了 好像是桃花的香 你身上现在还有吗 说着指了指二牛的衣服 小花觉得可能是今天在桃花树下许愿了 才会有阵阵的桃花香吧 可能连桃花里的桃妖也在祝福我们呢 他们两个将做好的饭菜都端到桌子上 请道长来吃饭 道长走出房间 也闻到了桃花的香味 他看见两夫妻正要动筷 连忙喊住 助手 别动筷子 谁动筷谁先死 你们没有闻到桃花的香味吗 这香味正是从竹筷上散发出来的 我不会弄错 二牛和小花听到长这么一说 真是吓了一跳 他们两个赶紧从桌子上站起来 往后退了几步 二牛倒是又往前靠近桌上的筷子 鼻孔用力嗅了嗅 还真的是呢 从竹筷上发出阵阵清香 轻视着他和小花的脑袋 难怪自己刚刚惊虫上了 怕不是这桃花香惹的祸吧 道士见他们俩离开桌子了 赶紧从腰间拿出两张符 将符贴到筷子上 然后做了一个手势 嘴里念念有词 不一会儿 桌上的筷子就全部折成两段 折断的筷子上 冒出一缕缕黑色的烟雾 刚刚的阵阵桃花香 顿时变成了焦味 道长看着筷子说道 终于将桃妖射在筷子上的结界给破了 你们刚刚没有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吧 小花和二牛看着道长 两个人的脸都不由自主地红了起来 道长还来不及观察他们两个 空中就响起了一个妖女的声音 结结结结结 竟然让你们逃过一劫 臭道士 看来我还是对你太心软了 下午在竹林的时候 我就应该将你给了解了 现在还要将你追到这里 和这个女人一起了结 道长生气地说道 果然是你 下午我练功的时候 就感觉到身边有一股妖气 果然是你在作怪 看来我受伤 你功不可没 你这个孽畜 还不快快现行 此时空中落下一片 又有一片粉色的桃花花瓣 这些花瓣当中 忽然发出一道黑色的烟 一个黑化了的桃妖 顿时出现在他们三个人的眼前 桃妖出现的第一眼 就看向小花 好像和小花有什么血海深仇一样 小花被桃妖的眼神吓到了 她不停地往二牛的身后躲去 道长将两人挡在自己的身后 拿出身上的另一张符 口念咒语 将这道符扔向桃妖 只可惜道长下午刚刚受伤 她的体力和道横都还没有完全恢复 所以她扔的那道符 被桃妖嘴里喷的一口火给烧没了 道长转头对着二牛和小花说道 我在这里拖住她 你们两个快逃 逃到山上的白云关 那里有很多和我一样的道士 他们有的道横比我还深 一定可以救你们 在道长的掩护下 两个人终于逃出了家 往山的方向跑去 道长以为自己虽然救不了两个救命恩人 但是挡住这个桃妖绰绰绰有余 没想到他们两个还没有跑多远 她拿出的竹剑就被桃妖再一次打断了 她只能拿出最后一件法宝 八卦镜 她将八卦镜对准天空 想利用八卦镜射出的光将桃妖给灭了 哪知道桃妖先一步将道长的八卦镜抢到手 从正对着天空变成斜对着天空 天空中出现的光折射到小花和二牛的身上 将正逃走的小花和二牛又重新带回到这个院子里 桃妖夺下八卦镜 一把将道长打晕 然后对着夫妻二人发出了得意的笑容 说道 你们这下可逃不了了 我要先将你的相公给弄死 然后再了解你 只见桃妖一挥袖子 二牛就晕死过去了 小花抱着二牛的身体 哭得肝肠寸短 她一哭 就暴露出了小时候的本性 学着狼吼叫起来 嗷哦 叫声持续了好久 小花一边又一边地叫着 周围忽然大风四起 村口出现了一群又一群的狼 从山上跑下来 这些狼听到小花的叫喊之后 从村口一路狂奔到二牛家的院子里 将门一下子就给撞开了 桃妖见到狼王之后 恶狠狠地说道 终于又见到你了 我就知道小花是你当年收养的那个孩子 当年我和你战败之后 一直在养精蓄锐 今天我要一雪前耻 原来这桃妖十几年前和群狼进行战斗 可惜的是桃妖寡步敌众 败下阵来又重新变回桃树 在半山腰修行 他之所以在半山腰进行修行 是因为半山腰经常有人经过 他可以吸收人的精气 来为自己的修行添砖加瓦 所以短短十几年的时间 他又可以幻化成为人形了 今天小花和二牛在他身边许愿的时候 他从小花的身上闻到了狼的气味 他记得以前跟狼王战斗的时候 狼群里有一个婴儿 他猜想这个小花或许是那个婴儿 所以桃妖要将小花和他身边的人都杀害 以报自己当日的仇 现在小花的吼叫和狼群的出现 更加印证了桃妖的猜想 他看到狼王之后 说道 真是别来无恙 这十几年过得好吗 我要杀了你亲手养大的孩子 狼王怒吼 这也要你做得到才行 只见狼王一声令下 旁边的群狼都纷纷上前与桃妖进行搏斗 只是桃妖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桃妖 他这十几年间吸收了人的精气 变得异常强大 将这些狼都打趴在地 这些狼发出了一阵阵哀嚎声 狼王只好自己上了 狼王知道桃妖手上有八卦镜 他先一个急步过去 将八卦镜给撞碎 八卦镜的碎片飞溅出来 不小心刺入了狼王的一只眼睛 狼王虽然痛苦 却没有半分逃避 接下来 他就和桃妖开始了正大光明的较量 桃妖扔掉已经碎成渣的八卦镜 双手长出了锋利的指甲 那指甲在狼王扑过来的时候 深深地刺进了狼王的身体里 狼王也不甘示弱 用嘴咬住桃妖的脖子 桃妖的脖子上面流出了很多的血 而且狼王还将自己的爪子对准桃妖的手 在上面刮了好几下 一下子就多了好多道血痕 桃妖整个身体面目全非 看上去伤痕累累 可是狼王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们两个最后的时候 都使出了最后一招 桃妖的嘴里吐出一道黑火 狼王的嘴里吐出一道红火 两道火焰在空中交汇在一起 顿时炸开了画 桃妖的妖力已经用完了 化成一道烟 灰飞烟灭 而狼王虽然还剩下最后一口气 却也是奄奄一息 情况不容乐观 道长和二牛由于桃妖的离去 又从地上重新爬起来 道长听小花说了狼王救他们的经过之后 感叹狼王竟然如此有情有义 就修好自己的八卦镜 拿出腰间的一道符 道长将符点燃 然后通过八卦镜的光 将符上面的助语都传送到狼王的体内 狼王的身体渐渐恢复了原样 连受伤的眼睛也好了 小花看了之后 飞扑过去 抱住阔别已久的狼王 说道狼爹爹 原谅我不辞而别 我好想你 狼王舔了舔小花 说道 孩子 你永远都是我的女儿 你走的时候我是知道的 我也觉得你一天天长大 已经不适合与我们狼群待在一起了 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有偷偷派狼下山观察你的生活 看见你好我就放心了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只要你叫一声 爹爹就会来救你 狼王的伤好了以后 就带着他的手下回山上去了 从此以后 小花每逢初一和十五 都会和丈夫二牛 带着好吃的上山看狼爹 后来 小花和二牛生了一儿一女 也就没有上山看狼群了 可是在他们家的家门口 每到半夜 经常会有狼群过来 小花总是热情接待 与这些狼和谐共处 后继 小花原本是一个被狼捡到的孩子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才被二牛带回村子 他们两个一直善良 常常乐意助人 在道长受伤的时候 将他救回家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的善举 才在吃饭的时候 被道长叫住 捡回了一条性命 而狼群的狼王 也是一只有情有义的狼 不仅收养了小花 还将小花 是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在小花越长越大的时候 知道要放他离开 做了一只体面的狼 就因为狼王的善良 和对人类小女孩的保护 在他为小花受伤的时候 才有道士愿意拿出自己的真本事 为狼王进行疗伤 将狼王治好 文中的狼和人类能和谐相处 都是因为他们互相之间 都给了彼此温暖 而不是互相厮杀 希望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 都能做到和别人相互理解 和他们和谐相处 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觉得呢